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期權報局 又是我Marco跟大家分析大使和期權的策略 上星期一跟大家說到 基本上近期市很流行 星期五見頂 之後就回落 所以跟大家說 密切留意星期五的頂位 如果楊竹收市升川 星期五的頂位 市先有能力 持續保持升勢 否則策略上應該簡單說 就是向高穩位做淡 大致上是這樣跟大家說 上星期一跟大家說完 這頭說完 市應該向高穩位做淡 這頭的市由上星期一 一直夾夾夾夾 夾到星期四 大約一萬八千二見頂 即是完全刮到阿巴掌 即是你明白 我看錯事 我都要認的 但是呢 容許我 兜一兜 情況就是說 上星期那一段夾夾上去 我自己覺得是有點鬼鬼鬼的 因為我很強烈的一件事 就是說 後高穩位可以做淡 除非那個市是楊竹收市升川 星期五的頂位 就確認那個市可能有機會轉升勢 跟著要指示 大致上的重點是要揚足收市升川 之前的星期五的頂位 你會見到上星期一跟大家做完節目之後 市夾上去的那一陣 雖然是夾 但夾得來呢 它每次都是升一升川上一個交易日的頂位 跟著就回落 第二件事是從來沒有出現過我所說的楊竹收市升川 即是說 雖然是上星期一做完節目之後 雖然是破頂 但是問題是 它那個破頂的動力不夠強 每一次破完之後 其實都是過海大壽 過海大壽 因此我自己那時候的感覺是什麼呢 夾淡倉的意味很濃 我感覺到這個情況下 是呀 那你說有什麼消息 令到市夾上去 最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來是美國聯儲局那幫大大 突然間又轉口風 他們都經常轉的 都習慣了的了 又轉身夾了嘛 就說喂 之前其實你香港股市跌 其中一個原因 是因為美國債息升得很厲害 然後就拖累了香港股市 令到美國債息升了 美匯轉強了 因此人民幣轉弱 某程度上拖低了香港股市下來 上個星期初 美國債息升了 升到那個時候 跟著就有一包聯儲局官員 就開始轉甲了 就說了 喂 其實現在債息升得那麼厲害 未來來講 美國要繼續加息的需要 可能就沒有那麼大了 因為其實如果債息升了那麼厲害 某程度上 其實已經可以取代美國再繼續加息 所以有些類似這樣說 有些少少靠硬來的 坦白說這個原因 因為我覺得 一來美國債息如果回落 反過來 他們大大可能又會出來說 現在美國債息回落 美國就可以繼續加息了 那你一樣是理淡的 那如果美國債息不回落呢 美國債息協助上升呢 那坦白說一句 如果升得厲害的話 又是一個利膽因素來的 那所以其實你上個星期 有兩個因素 令到市場夾上去 其中一個因素是 因為聯儲局官員放甲 而他放甲的原因是 因為美國債息升得太厲害了 所以加息的要求降低了 這個我覺得是硬來的 坦白說一句 那因為我覺得 無論債息 無論是繼續升回 那個市多是會回 但如果那個債息繼續下跌呢 那個聯儲局官員 都會說未來會有分解息的需要 所以這一個理解我覺得 不是太成立 然後第二件事 就傳到國家隊舊市 內地就去中央匯金去增持四大內人股 然後那個市 由星期四就裂口高開 夾了上去 好搞笑的 那上個星期四 你那個市夾上去 那你很多人 市場上的報紙新聞永遠都是的了 突然間見到國家隊舊市 每個人唱好的市 在那時候頂位才跟你說 唱好的市 OK 那又說什麼什麼 猛狗又成之而出 接著那天就見頂了 就是高息 一個叫做比較長一點的時間 這是第一 第二 是因為內地的經濟不行 內房債又不行 舊市那個 即是實質舊經濟 缺乏一些實質舊經濟的措施 那你國家隊入市去增持內人股 解不解決到內地經濟的問題 你解決不了的嘛 所以你那一下是有一個消息 令市夾了上去 但是很多人意識到 原來美國其實都很大機會 keep著在高息一段長時間 再加上是 國家隊舊市是解決不了經濟轉差的問題 那很容易就會出現一個 獲利平倉的跡象 因此所以上個星期 倉市夾上去那一陣 我自己覺得 似是夾彈倉居多的 因爲由頭到尾 沒有出現過我所說的 羊竹收市勝村 星期五的定位 那所以 上個星期 同大家講會找位去做淡 那基本上 當你星期一開了倉 那羊竹收市勝村 不定位指示 那你其實是指示不了的 那你和你做Long Pool的特性就是 你當Long Pool的特性就是 小豬博大爺 雞仔 雞仔巨大巿 那你這一下夾上去 那你沒辦法 我當你指示不了 那Long Pool我當你Total Loss 但是你同一時間 你的心裏面 你會知道一件事 就是那時候夾上去 整體的市 鄉下 繼續跌 趨勢未改 我覺得 就算我上個星期 在外面第二些文章 都和大家講 這一下夾上去 應該要把市 夾到一萬七千八樓上 大約 嚴格上來說 比較重要一點的阻力位 我覺得是 萬八至萬八 一萬八千二 大致上 逐加整個文章 大致上這樣說 那所以呢 你這一下夾上去 應該在一萬七千八樓上 已經要穩穩做淡 那結果那個市 在上個星期四就見頂 跟著就回落去 那我當第一次你做蛋倉 那一下Total Loss 但是你第二星期四那處做淡 甚至上星期四你就做不到 星期五更細做淡 那一下呢 你理論上怎樣都應該 是夠覆蓋你之前輸過的 坦白說一句 那當然啦 你利好消息有很多的 其中 除了國家都入市之外 那你大陸還在說 傳緊會成立一些平衆基金日市 那平衆基金你可以大概理解為 好像香港的二八零零零股基金 那又想成立成來的基金去賣股票 二來 就是剛剛禮拜六日 那時候又說中政監有機會收緊A股 借貸沽空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些是好消息來的 但是你看到情況是什麼 香港的市 都托不到上去 不要說香港 即使A股也是 那因此其實呢 市呢 事後看回 就更加令到我覺得 上個禮拜 那一陣上去呢 是似是夾淡倉 多過市是轉勢向上 再加上 你拉闊來看 你好像那個市 哦 夾明一陣 現在回落去 你頂住又是上落市咯 但是你細心一點看呢 你近這五日 連續五日說的 你看覆圖你就知道的了 高開 低收 任逐收市 即收市價在開市價留下的 你基本上那個市值一開出來 即使再繼續買貨的意欲是非常之低的 即是散貨意味都比較濃的 那所以短期來說 坦白說一句 我就不太看得好少少那個後市咯 那你如果是 而且近期 如果你就算是講上落市 那怎樣計算呢 上個禮拜四呢 都不應該高追的 因為其實 你那個市要大升就一定難的了 就算它不向淡也好 頂盡是上落市 那我經常都講的 你上落市最記是記什麼 記高追的嘛 那你好像上個禮拜四這樣計算 那時一升穿了之前 你明顯出來的位大約萬八點 那那個市就有見頂回落了 那還有近期 香港的市人都知道的了 成交就維持著偏低了 那但是上個禮拜四 很難得地又去到大約一千億成交流上 那往往的 你大成交相對性來說 近期來說偏大成交的情況 要不就見底 要不就見頂的了 尤其是上落市是特別應的這件事 那你上落市 上個禮拜四突然間大成交 夾上去 那你那時候 你不懷疑那時候是短期見頂 就出奇了 就是你要去想這些 那些 OK 那如果 解釋了大狼 就是上個禮拜 我覺得是傾去夾淡 那所以這個禮拜 就要 就是上個禮拜五 再繼續 今天就要 吐出來 因為你 夾淡倉 你短期夾得越厲害 那你有些什麼 冬瓜豆腐 它要跌 就會一下子 掉得很厲害 OK 那這裏就解釋了上個禮拜五 還有今天 連續兩天 跌了大約 加起來 就大約 去大約六百點 那當然它有利淡消息 那利淡消息 就是 你說上個禮拜四晚 美國公佈通了 數據 它是 比想像中厲害 那美國交息的預期 又升回溫 二來就你 你禮拜五 香港股市跌 其中一個比較 跌得傷的 是科技板法 那科技板法 那科技板法 為什麼不差啊 因為京東 有些 有些業績不太好 就是有大行 暢談京東 還有傳出一些 管理層未報的消息 當然事由澄清 而再加上 就是你問我 比較關鍵的因素 始終是 以巴國局勢又升級 那你以來 報復 不斷打仗 有機會去 越打越厲害 極勁 那你以巴國勢升級 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 是難看的因素 但是你要提防 因為你 如果以巴國勢升級 那你 那些 油價一定飆了 那你油價飆 又回來的問題 那你 那你 通脹壓力又會升溫 那你通脹壓力升溫 那美國價值需求 又大了 那美國價值需求 大了 那你又會拖下 人民幣 拖下香港股市 整件事就是這樣 那所以我自己來說 就覺得 近 這兩天 那些市場 是否已經奪完呢 那我又保留 我傾向市場 短期來說 有機會再跌 不排除 10月4日 星期三個低位 是未見的 OK 那麼大 你就明白 上個禮拜 那些市場夾上去 很多人還跟你說 12月4日已經見到低位 我相信我上個禮拜 在外面寫文章 我應該是全香港其中一個最淡的人 即是 就算這樣被人夾白 我都繼續保留 要找位 第二次 再找位 再繼續做淡 而這一段 我覺得 那時候 是有機會對穿 10月4日 星期三個低位 17年94 OK 那你 有很多因素 其中一種因素 就是你見到 其實你人民幣 自從大陸維持著維穩之後 其實人民幣 約了一段時間之後 近這 由九月至到現在 一個多月 一個半月左右 簡單來說 其實是 Range上落 但是Range上落 還是Range上落 你見到的情況 就是 今個禮拜 其實上個禮拜尾 不是今個禮拜 上個禮拜二打號 你見到 人民幣開始 開始這幅圖 你開始升上去 這幅圖是 美元和人民幣 升 就代表人民幣 跌 上個禮拜二 你見到人民幣 開始又開始 轉弱 但是 如果你細心 看回美匯指數 美匯指數 是什麼時候 開始轉強 通常美匯指數強 人仔就弱 是上個禮拜四 才開始轉強 才開始轉強 如果 你記得 我剛才所說 上個禮拜四 什麼事 就是美國 風暴的CPI數 比市場日期 更好 加速日期 升溫 所以 10年債式飆升 然後 美匯指數轉強 因此 上個禮拜四五 美匯開始 再次夾上去 但是 人仔開始什麼時候轉弱 呢 不是上個禮拜四 開始轉弱 是再之前已經開始轉弱 某程度上 暗時間 人民幣來說 所以 就算 美元 是弱勢 那時候 他要再 繼續升值 空間 是有限 我只可以這樣說 所以 在現在這個情況 市場 再加上 大環境 不是太美 保持下來 還有 十二十二號 很明顯 是一個孤島的形態 非常之差 所以 我看淡的市場 好 OK 如果看淡的市場 是不是應該向下追跌穿 一萬七千六百零一點 去追蹭做淡呢 那我覺得 就 我不夠膽 因為始終 市場 我要 都是 上落空間 上落市場 機會很大 因為 就算我看淡的市場 對穿萬七 這樣算 又不覺得他 很明顯 對穿萬七很多 所以市場 到他跌穿萬七點 你才可以追蹭做淡 我又覺得太遲 所以現在 就算市場 在十月十二號 高位跌了下來 我覺得是可以 繼續穩位做淡 但是穩位得來 傾向是 去打一打 上少少 先做淡 這樣 我這裏右下角 黃色那裏寫得很清楚 你打一打上少少 就 今天的市場 夾些浸下來 打一打上少少 我就拿回今天的支付棍 高低位 隨意 約我 一萬七千七百五十點 恆生指數 去樓上 找不去做淡 直到 我都要設定指示位 如果指示位 我會設定在 楊竹首市清川 今天的頂位 藍色那裏 我寫了 178500 我就會指示 所以暫時來說 我還是繼續找不去做淡 不過 楊竹首市清川 今天的頂位 一七八五百小時 目標暫時 都是借一下 希望那個市 對到下去 起碼是在10月4日 才是三個低位 但我不會等它 穿的時候才平倉 我想是 等它靠到 17,200樓下 我都找位去平 大致上是這樣的 在這裏 對穿17,100 到那個位置 我那時候 我再看情況 但那時候 我會相反反 相反對 會去找位 大致上的策略是這樣的 所以近期短期來說 坦白說句 我很少這樣說 因為以往我看準確度 也有差不多 但是近期來說 我自己都覺得 香港的市有些難炒的 我很少這樣說 近期來說 我覺得香港的市是比較錯的 假消息比較多 難炒的 所以如果你 覺得 和我一樣覺得有難度的話 你就減少一些日市 看好一些 等到直播錄夠的時候才做 如果你說要拿貨 我覺得暫時就不要拿著 你等它跌低一點點才拿回 跌跌上一點點 今天就一次過說了很多話 下個星期一 23號重陽主席公眾假期 就沒有節目的 所以下一次再見大家 說的時候應該是 十月三十號星期一 OK 今天就一次過說了一個大方向 我怎麼看 希望隔一個星期之後 那個一 十月三十號才是一 再跟大家見面 再跟大家分析最新的市況 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拜拜